來看到地表上最大的選舉活動 印度大選今天開始投票 有資格的選民高達了9.7億人 投票的時間更是長達了6週 印度的政府設置了超過100萬個投票所 整個選舉費用高達台幣4670億元 民眾聚集在街道旁歡呼 而新任總理莫迪站在車上 對著民眾回首致意 試圖競爭自己第三個任期 印度於19日展開地表規模最大的選舉 今年首次投票的人數就高達18000人 開設超過100萬間投票所 大選費用預計高達1.2兆盧比 大約是新台幣4670億元 幾乎是上一次大選的兩倍 民眾也是清潮而出 投票所外排滿了等待投票的民眾 準備投下自己貴重的一票 目前總理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 有望拿下多數席次 但今年莫迪本人加強偏袒印度教族的政策 以及打壓批評聲浪 還有與大陸緊張關係 居高不下的失業率等等問題 都備受選民關注 不過由於印度許多投票站都位於偏遠地區 地方選舉官必須扛著行李翻山越嶺 才有辦法令所有民眾進行投票 記得專頁看中文報導